207 太陽報 內地亭IPO 主版學股有價 2015年7月13日財經B10 郭介人與鄭家驊經歷了折磨人的一週 中港股市上週終於選定,亂局是否就此告終? 我仍抱有懷疑,單時下不時仍未有結果的希臘債務重組 以足以再備各式大戶用內作藉口再興波作囊 不過,以中央今次救市所凸顯的決心 以及A股市場的相對封閉程度 A股市場今年已見底機會甚大 因救市話事人爭明言,互中指4500點以下 大部分與政府時次行動相關團體皆不可減持 A股,不者甚至預期該指數短期有可能上市4500點 至於此,本人亦認為本年度低位亦很大機會以見 約22800點水平 當然,這並不代表此在年底前就毫無反復 單以技術派理論去看 指數確認見底,往往最少需要測試兩次 亦即所謂相底,這並不代表大市一定要再試22800點水平 其實所謂底亦經常有所謂高、低腳 簡單說是第二次試底可以於22800點之前就完結 例如23500點,你可能會大罵,不者是否輸傻了 你知否自己事在說大市可以不理? A股上升,隨時再下跌1500點 個人認為,經過上週的大幅波動後 以為這種走勢不會再見到的人才是真傻 路底前需評估風險相信大家現在最關注的 是否應該跟進去路底? 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 每位投資者都得走到鏡前 苦心自問一下 自己還能承受多少風險 此簡單的道理 我不知道為什麽就是沒有太多人才想 否則,我們就不會見到那麽多 因炒股失敗而起的論上慘劇了 正手持的四五線股 夾硬借勤雙八成媽展之事 還追問可以追入什麽 會棄得我分島 假設你通過了這個簡單測試 你可以開始問我買什麽了 如文初所說 在活中置升上4000點前 A股指數相關是一個好選擇 有大股東增持的中資股 尤其是非H股 亦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較投機一點 雙馬畫視 股價遠低於最近一次大型批股價 如今疊國際00268和亞類營業01060 有一定直播率 內地停IPO 短期來港買學需求有增無減 令更一因市況股價大跌的主板 蚊型市值公司更添吸人 首選4億元市值以下 未增賣過學或公股 上市時間在一年以上之公司 雙馬畫面市場 雙馬畫面市民 施韭